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议会来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是我们立法会议员 也是现在新的成立 在立法会最多票的组合 工商专业联盟的召集人 林健峰议员 Jeffrey 多谢你 你好 多谢你邀请我Emily Jeffrey 如果你们是勤看我们节目 Jeffrey就来过 我听闻那次应该是两三年前左右 两年多 后来这里的主办单位跟我说 他很多人看 我相信这次应该更多人看 因为他现在是新的大组合的领袖 Jeffrey 是否应该恭喜你 真的好 别听Jeffrey 上次你来就因为你和自由党分开了 我说得欲言又止 这次都坐在一起了 好像我们没有动作就不聘请我们 不是这样说 我们这个是互动的 你要有动我们才聘请 那你什么都没有 谈不死碎 我怎么聘请你呢 即是我们要多些新动作 是的 下一次 如果你再过两三个星期一个月 我现在立法会有24票 我立即聘请你来 你说说这个新组合 什么名字 再说多一次 工商专业联盟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因为是党就是党 即是联盟 即是很散的 不是不是 我们是一个紧密的组合 那么你看到 民建联也不是党 他也不是叫党 民主建党 是的 我觉得党不党 名称不是不重要的 不过是很紧密的合作的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洩露一些秘密资料 说你真的很辛苦 籌早了很多个月 做什么都会困难的 你现在在立法会 我们估票又困难 拿共识又困难 做一个党或者联盟 其实都不容易 但最重要是一件事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 12个立法会议员 原则上面 大家的理念也很相近 是什么 你说给我们的观众听众 还听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你也听过名字 工商专业 我们里面 大部分都是代表工商专业界 大部分都是功能组别 不是 除了梁美芬 但是我们不只是指于功能组别 或者只是工商专业 我们希望中产 或者其他认同我们理念的人士 都加入 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我想你说给我们的观众听众听 或者我说一说 你谈到梁美芬 那我先说一说 我们是只有一个直选议员 但是是否永远只有一个 不是 我们希望 即是未来的选举 大小也好 我们都积极参与 你说了区议会 11月6日区议会选举 是 最少六十个 是 不是 我们说我们希望有五十个 希望有五十个 希望有五十个 现在还是希望五十个 没有减了 没有 五十 那你说一说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我觉得 原则上面 譬如在普选 言论自由 其实言论自由我们的分别 大家都赞成 我们赞成 譬如在普选的步伐上面 或者我们有一些分歧 但这也不重要 起码我们都不是打架 一定要你赢 或者我输 或者我输 还是你赢 现在又我们输 去普选那里 不重要 你不重要 我很重要 我说 大家最重要的是 为香港做事 当然 今日你输 未必明天你都输 现在 我都觉得很多香港人 认同你们做事的方法 大家坐下来谈 我们过去的一两年 都坐下来谈过很多次 就着普选 就着经济发展 或者民主步伐 我们都有谈 上一次我都很高兴 你们认同了 政府提出来的方案 喂 你不要反过来说 那是我们提出来的方案 你就是认同政府的 政府的就是说 加五席 功能团体 就被区议员 四百多个投票 就选六个 我们就民主党反对 就反建议 区议员去参选 不过全香港 现在三百六十万人投票 政府经过你们提议 他们修改了 对 然后最后提出来的方案 不要紧 我们觉得你们是尽了很大的努力 最终你们都要支持 最初你们都不想 你们都很生气 我真的相信 那不是 你看我什么时候很生气 招招招招招招 我赞成最好 放杯水在那里 大家就在桌上说话 不好 就放到烏里丹刀 后面那个就看不到前面 这个秩序 你怎么开会 我开会来做什么 那就是 我们理性沟通 我们工商专业联盟 虽然说我们的名字 工商专业 是的 不是只做工商专业 那不是工商专业就没有份 不是 香港起码 五百多万人 或者六百多万人都没有份 不是 那是不是这样 我们是关注全香港 所有的民生 青年 教育 但是我们的出发点 就是经济 不要紧 你有可能用民生的出发点 但是我们大家都关注整个香港社会 出发点 各有各不同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合作空间 那就好 我当时八党联盟各领 我都同意合作 因为很多时候做不到事 市民就想我们做到事 所以我是很欢迎 但是我很担心 你们对于 当时你们自由党 讲回当时 你们分裂的时候 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有些就说 不要搞直选 现在是怎样呢 知不支持直选 因为你支持直选 你要面向六百多七百多万人 可能政策 不像你们 工商专业 我是没有说过 不支持直选 或者不参加直选 但是你也要支持自己的实力才行 你不做工作 或者做不足工作 就这样出去做炮灰 所以我们今次组成了工商专业联盟 就是有这个议员 我们希望任何大小的选举 我们都参与 但是说是容易 你不做事不行 对吗 你又说希望拜五十个 你希望拿到多少个移植 你讲一些实话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多少你才叫做合格 我就不想给我们的 听众观众有什么假的期望 不是 我们就希望赢了 对吗 我现在就问你实际你赢了多少 但是我们不希望参选 不希望一直都没有 一定不会吧 我们希望不要给我们的参选者太大压力 因为有些是第一次的 起码都十多二十多值起码 一张票都不够 那选来干什么 你觉得应该有十多牙齿 那你也挺深红 那你也要有一个目标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去选 选不到就算数 那不行 因为到时会很失落 就算我们民主党也是 我们也很大压力 因为你选就选不多个人 人家计算完数 喂 买单是怎样 哇 惨 所以真的要12月7日 看见你的样子是怎样 你都记得上一局 08年立法会选举 当时你们那时 田北俊是党灰 你的样子都变成了 即选举得回来的结果是很差 是很失落的 我明白 所以我们就希望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 然后才去参加 区议会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选举 那个什么行政长官的小冤子 那些 你们有去选的 那些选委 那你也要去选 你也有票 我有票 你不要跟我说 我不是很认同那些东西的 就是有那个选委 然后行政长官选举 又是小冤子 然后立法会 真的 那你再加上那些人大 人大几时选举 人大应该是明年年尾的 明年年尾 即是最后那一阵 我以为早一点 不是 要去到2012年尾 我记得应该是 你选举人大 你现在是政协 我是政协 没错 代表哪里政协 香港 你选举人大明年 不可以做两件事 你做政协就不做人大 你会不会放弃政协做人大 到时才算 你讲一下给我们听 因为有些人说 当然你说你们12个拉埋 都不是简单 有些人就说 其实主要就是中环和西环拉埋 是不是真的 你知道中环是什么 特区政府 西环是中联办 我现在问临议员 是否中环和西环在发工 让他们弄到12个出来 中环就是我们的金融中心 西环是什么 西环是什么 西环呢 我小时候是西环住的 我一定回答你的问题 我以前小时候是在西环住的 我很怀念以前西环的环境 因为在坚尼地城海边 很多人在钓鱼 钓鱼上来有这么大的 你不要跟我游花鱼 虽然我有差不多一小时 我们觉得 纯粹是我们几个觉得 我们现在太散 工商界不是没有声音 但是零零散散 你一声我一声 我们觉得有需要 就算大家有任何议题不妥 有任何牙齿印 牙齿印也好 什么也好 应该大家坐在一起谈谈 我们其实 过去一两年 你也有听过 我们与专业会议 大家会不会合并在一起 合并之后如何 都行不通 行不通 今年我们觉得 都是时候再谈 不是说中环扯线 或者西环扯线 没有这件事 没有 但是在过程中 有些朋友 有些工商界的朋友 听到你们经常在谈谈 他们都不知道 我们在搞这一档事 就说 我最近经常见到你们 喝茶聊聊天 如果你们真的坐在一起 搞一档工商什么 我们很支持你们 是吗 亦有很大的鼓励 是吗 但是不是中环西环在发工 不过另外一件事 因为行政长官选举出年来 你已经公开说明 你要挺唐英年 有些人经常跟我说 我都不明白 为何林建峰要挺他 他这么差 为何要挺 不如你再说 你是否挺唐英年 你觉得唐英年是否很不够 以及你的十二个 是否都挺他 我或者 你是很厉害的 我每一次问完问题 你要把我们扭一扭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这样 我支持轻姐你做这件事 或者我支持ABCDE做这件事 我也有个理由才可以 我问你 我现在说理由 你是支持唐英年 首先 现在世界粒粒乱 你同不同意 什么粒粒乱 我看到Greenspan 其实他不应该出来说话 他是联储局的前主席 他说我们没有可能 还不到债 因为我们是这样印银子 就是了 他衰得多厉害 你用鼓励他印多些 不是 他自己说 所以我不是说 美国佬 现在日響到印银子来还债 我认为奥巴马明年 分中处不到 另外 欧洲五国 摊大手掌 叫德国全部搞定他的债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美国做完一样之后 又跟中国开战 汇率战 那你说 那怎样呢 留得乱 中国有没有问题 中国一样有问题 生产过剩房屋民生的问题 你也看到了 香港 香港 没有法治 没有自由 全世界 你作为政业 你要发明一下这些东西才行 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有这些问题 不过是大小和大家的角度去看它 好了 香港是夹在中间 是吧 我们可以置身示威吗 不可以 现在风高浪急 我们都要处理 那为何同医院做就可以了 你给我时间去说 你回答问题 回答了四五分钟都回答不到 你解决了 我要霸时候 我要多些时间 不要霸了 你 香港是需要一个人 有国际视野 懂得金融 懂得经济 那你说哪个人好些 还有一个 他也要跟公务员有一个良好关系 你没有哪几个选择 Henry在这几方面 都是有经验 其他那些 当然团队也很重要 你的团队如果一样东西都不懂 又不行 他人员又要好 你人员好才能找到人去帮忙 他有没有跟你谈 叫你进去做局长 你别说笑 有没有跟你谈 我们当然有谈 这些事就没有谈 你听不听到很多外面批评他 你作为他的老友都听到 你不是塞着耳朵的 我觉得批评的 是不是很忠肯 有些是过火些 但是每个人都受人批评 我们公众人物 你是议员 我是议员 我们不是被人赞 如果有人赞我们 那当然是被人批评的 最重要呢 批评不要紧要 就是去改 改 有一些是 或者是他发言的问题 有些是他用词的问题 什麽垃圾都说得出 所以怎麽办 如果在美国社会来说 批评不是那麽大件事 是一个很常用的语句 但是有可能 在某一些人的 而且在某一个场合 这样用就不对 这也可以说 你看到他真的一面 就是恐怖 就是看到 就是大家害怕 在后面 插你多少 没错 但是很多人觉得他的能力 是很有限 大家是很担心 我现在听到 在北京下来的人 很多都开始这麽说 因为他们亦都听人说 他们亦都看一看 其实他做的事 就真的 这麽多样都做云 当时英国人在 他又做立法局 又做行政局 行政会议 局长 司长 什麽都做齊了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但是搞到这麽 而每个人都在 去升四起 所以我就觉得 你们 共商专业联盟 你在北京 你比我更多 你经常听到 我听到 香港的人说 北京 因为北京其实都很多人 我老实说 你没有听过 不是没有听过 但是不是那麽多 有些人就说这个好 有些人说那个好 那一定有 那你们是否十二个都 全部说支持唐英年 你有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我完全没有 这个唐英年或者哪个选行政长官 不是你们十二个走完 其中一个议题 这个我们不排除是我们的议题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 哪个有能力 哪个爱香港 你说过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念 那梁振英 实际上来跟你说 他有能力 他爱香港 那你又淘汰他出来 是吗 我跟飞哥一样 大佬 我都不是 即是怎样 我们不是每个都看过 听过飞哥的东西 你说给我们听 即是跟飞哥一样 我也是看报纸看到的 是 飞哥说他二十九年 才约他一次 哦 他有没有约过你 我过去那麽多年 我跟他一起 一次一次一次 一次 什么时候 两年前 他是不是有跟你说那些 那样 那样谈谈 那样谈谈 有没有叫你支持他 没有 你有没有录音机 录音机 录什么录音机 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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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违基解物 这个我们明刀明章 没有 就着社会上的一些议题 大家交通一下 我刚才见到他 因为你今天不去吃饭 我们每个月 第一个星期四 就是行政会搞的 我们立法会议员 商界 他今天在主持 我又问他 喂 我说等着你 等他来这里 我说等着吃完饭 我就去访问林建峰 我说你怎么搞错 等我们三年都不敢来 我说你跟我一个说 都不敢说 你做行政长官 第七十个你怎样说 我只听过他说一次 他说他不会选 这是他公开说的 他后来改了 但他没有公开说 他那句话是 他说大了 或者我现在转态 他说大了 你怎样做 你容不容许人家说大了 你们有时候也说大了 我们现在不是不容许人家说大了 甚至要转态 但是他没有说过 没有说过我现在转态了 以前说过的东西我不算数了 现在我要去选了 没有所谓的 你不去说 我相信他真的去选的时候 他会出来说的 那人要回答 因为现在他没有说要选 他只是很想去选 你觉得其实他也好 他没有说他很想去选 有很多周边的人说他想去选 他们应该支持他 我不知道 唐英年也是这样 唐英年也没有说过 你说梁振英也好 他什么时候应该辞职 正经的说出来选 是否你很同意他们 即是当北京未曾表态 未曾握手 未曾说你了 大家都不要说 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呢 言论自由 怎样可以说 谁叫他不说他就不说 如果分开梁振英和唐英年 或者樊太或者甚至叶太 每一个地位和身份都不同 因为唐英年他现在是政务司司长 他辞职就是影响到政府的运作 所以他是要很慎重 他决定了 应该尽快 你也说吗 应该尽快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也有另一个问题 因为政府现在正在做一份施政报告 特首正在做一份 以一个团队来说 一个团结的队伍 他现在走了 我又觉得有点不太负责任 即是怎样好呢 即是他出了份施政报告就走 如果他是决定去参选 就应该尽快 如果不是就不用辞职 我知道 CY就不同 CY就随时出来说 行政会议就不做 是否都应该 如果他真的宣布参选 他都不应该做行政会议 有冲突 你觉得有冲突 除非他说 所有增任权提出来的东西 所有政策局提出来的东西 我都认同 如果你有不认同 就日头说一样 晚上说一样 你不可能这样做 如果你都认同 你便不迟 我会跟随今届政府的方针去做事 以后我都会这样做 你便不需要迟 如果你跟他有冲突 你便要迟 其实他这一排 不是这一排 上我几排 都经常说些东西都不同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 是吗 因为你做行政会议 是一个最高的顾问团 你出来说的东西不同 别人都不知收什么讯息 都不知哪一样是对 信哪一样是好 所以你觉得他如果真的 他应该辞职 是 不过他们 他们是否因为北京未曾想好 所以他们都害怕 其实你这些心情 你应该很明白 其实是否真的要 每个人看北京休息 给你做 那便有 其他人便收工 我说芝麻绿豆 我仁微言轻 你整业 我又未试过选特首 你不明白是否应该是这样 我说要我这样做 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我自己的意愿和志愿 是否有这样的程序 我想要问当事人才知道 你刚才提到那两位太太 是 他们都是严肃的人 是 是 是否你觉得他们都应该一起出来跑 那这些是他自己决定 如果我去叫他跑 或者叫他不要跑 就是我干预的 不是干预 你觉得多些人去跑 甚至有些人说到 如果真的去三月的选举 就不要让太多人下场 因为免得搞乱局 我想多少人参选都好 第一次我们也有四个 第一次1997年我们也有四个 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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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多少个都好 你们民主派都未决定 一个还是两个 现在初选 你们决定了没有 我们想有初选 你要和其他各个党派 大家同意 如果他个个都不出人 不出人都可以初选 就说有没有信任 一个人都可以选 你有没有兴趣 我也不贊成这些事情 你跟我过了 我们是希望一人一票 不过叶刘淑怡就好像咬牙切齿 又说要为香港牺牲 说起叶刘淑怡也是 其实他上过我这个节目 今次我又再请他来 他就不来了 就好像梁振英那样 又不来了 其实他在外面很多东西 又说要三个几个点差 又说要自己为香港牺牲 有些人就写一些文 大哥你不要牺牲香港 拜托你保你大 虽然我不是每个星期上来 我们大家都很公开 很开心地聊天 这个节目很好 但是欺牲不牺牲呢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这个不是欺牲不牺牲 你没有那个理念 你不想去做 怎样牺牲呢 就是了 又不是要 又不是要 有人逼你 又不是用一架枪指着你 怎样牺牲呢 另外有一个人 就有些人提及的 就叫曾玉成 是 那他呢 跟现在那几个不同 他是有政党背景的 那我呢 那我呢 有什么政党 他就是民建联的创党主席 哦 是是是 喂大哥 你不要骗我 你是不是老人痴害 我以为你讲 我以为你讲 什么共和党 共产党 共产党 所以我要澄清 你讲得好 他也没有否认 因为他双重政党背景 这样呢 现在呢 其实我们呢 行政长官的选举条例 就写 你什么人都可以 什么背景都可以参加选举 但是呢 如果你是选到呢 你就要退党 我觉得很无聊 但是有政党背景的人 去做行政长官是很好的 因为他在议会中有支持 你说刚才那几个 虽然你说唐英年 可能有你们支持 其他都没有票的 都不知怎么去做事 现在那些 你看他多辛苦 他都烦到 见到你们的头都爆 整天都没有票 那是不是应该有呢 那你曾育成 是最大的党 现在除了你们 不过人家外面很大 人家有万多人 你们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 那你说张悠成是否 你自己觉得 是否应该有政党的人 都去参加呢 我觉得 社会上 确实是有这个声音 就是说 为什么不可以容许 有政党的人去参选呢 或者甚至到 有政党背景的人去做特首呢 我想 继续讨论吧 我们不是完全反对 这件事的 因为现在的制度就是这样 要是我就不支持制度 不去推选人 或者不去投票 那现在的制度是这样 我们就跟着下去 玩几年了 那有政党背景的 我觉得对于整个政府运作 是好的 你不用样样 好像以前 許氏仁那样说 黑票 一票都要去黑 那现在起码 如果你有30票 那就黑了你12票 一个就搞定了 不过是否真的会这么简单 是不是有什么事 你就给12票 好像刘建谣 我们不是捆绑 我真的吓了一跳 怎样 那天我用了一句 我们不是航空母艦 不是航空母艦 你更厉害 我不是护航 你看到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贊成他 但是 当然 如果他是好的政策 我们会支持他 但是 有一些是好 但我们认为有些地方要修改 我们一样会要求修改 对的 如果让他出来 我们就 Yes Sir 我不是说政府 我说你们12个 你自己有没有信心 因为其实 风水佬就欺骗你10年8年 票就常常都要投 每一次投 他们就会看你 如果你是一个组织 而你的票是4分5裂的 就得胆少了 有些人希望我们成功 亦有些人希望我们成功 这是很现实的 谁希望你不成功 人家在外面希望你不成功 你自己里面不是要来斗 但是我们里面 我们是希望我们尽快做到完美 让外面看到 我们是团结 就很团结 我们下一个年度开始 很快 即是10月 10月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 我们12个人齐齊齊坐在一起 齐齊齊 希望你是齐齊齊 我们也会就住 立法会的议题 政府的政策 即是会商讨的 那投票 我们务求一致 如果是有些免费的 个别一个两个 那些是很多组织都有的 但大体也应该是 譬如最快要投的 就是施政报告 另外 翌日 财政预算案 草案 动议辩论 差不多每次都要投 没错 如果你每次都四分五裂 12个人投六种票 那便可以死 那你等了两个月便看到 是 说起你想齐齊齊齊 你们会否想整个位置坐在一起 12个 现在其实我们都差不多坐在一起 你已经坐在一起 是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 我们应该搬去新大楼 有一个新的大厅 在大的会议厅一定是要按位置坐 因为要按投票 以及在第一号房 第一号房主要是给内务委员会 以及财委会 财委会要投票 亦是编排了位置 其他那些便可以散坐 当时 几个星期前 就叫议员自己去选 当时他们未成形 那12个 不知道是否当时都心里有数 总之我现在就问他 你现在既然12个 会否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的好处都是有的 因为有时有些突发发生的 你说他扔东西也好 什么都好 那你想立即谈一谈 如何举手 你觉得现在你们的坐在一起 我们都是坐在一起 都是前后左右 不用再调了 你打算没有提出电影 也不需要 所以大家是很关心你们 你说12个 但其实还有很多散散散散 也就是他自己一个党 有李国宝 还有那名二言 还有五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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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 Michael 想一想 如果有些人需要去想一想 那你當然讓他們去想 但你又不會等他 沒錯 我們現在12個認為現在時機成熟 我們一起去搞 那我們就先開始了 其實你問過其他那些 我們也跟有些人談過 不說名字了 那當然免得了 我們沒有遺跡解物 你不說話以後會出現的 這裏很公愛 你不說就算了 那你跟民建聯的關係是怎樣 甚至是工聯會的關係是怎樣 過去來說 大家一起合作 還有交流 我想以後都一樣 是嗎 但是會不會都坐在一起 你們12個說齊緝緝要開會 我都聽聞譚耀宗每個月都跟你們開會 初初就想像我們帆阿貝一樣開會 但是你們這些人又不聽他的意思 後來第一次開會就要中聯辦坐在一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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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每個月或一個多月 大家坐在一起吃飯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議題 那不是討論立法會嗎 不是 不是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說 喂 我們經常都會見 如果坐在一起不如… 不如討論立法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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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找誰來大家討論 那就找了中聯辦來 那你也看到有次找了林瑞倫來 沒有 就是這樣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或者有次找你來也可以 沒有啊 你還找我 或者你沒有被誤導 他沒有找過我來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特別的議程 我們吃飯就一定要… 議題的東西就很浮的 就很鬆動的 有可能今天有個 這個諮詢會衝擊的事件 我們就大家坐在一起聊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內部請人來 不如找局長來聊聊 那這些我相信內部的商會 或者你們也會有這種情形 是 是 是 我講你們 我主要看你們的十二票 和其他民建聯 工聯會的十幾票 我想工聯會更開心 為甚麼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商界的人多 老公和商界經常有些東西都是對立的 他就跟你十二個人一次過談 比分十二次談 是嗎 是 我其實是好的 老實說 這樣當然是好 最重要是你真的拍得深厚十二才跟你談完 那裡又這樣 我也不知道聽政府說過多少次 不只是說你們 他也很煩 就算有些是黨 幾個人也有幾個意見 他也不知怎樣談 談完你又這樣 咦 他又這樣 他又這樣 我們現在是需要時間去磨合 如果我告訴你 我們那天已經宣佈了 20日我們宣佈了 我們組成這個聯盟 以後你找一個人談 甚麼都會碰到 不會那麼快發生 我們是需要一段時間去磨合 我們就算某一個人跟我聊天 叫我回去轉達 我一樣要這樣做 我不會這樣說 OK 搞定了 不過你剛才說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每個星期 齊齊齊地坐在那裡 如果你這個都做不到 你都知道 真的要動過水 因為真的要坐在那裡談 因為他沒有份去談 沒有份去爭 沒有份去決定 到時他怎會肯投票 這個不是我和劉建儀和何忠泰三個人決定了 是我們每個都坐在那裡 大家認為有這樣的需要 是的 到時 現在有這樣的需要 到時你會說 開會呀開會 沒有人來 我告訴你 不過你大人看 這些事情你都知道 不過我想知道 你是否選出來的 你做接受人 是怎樣產生的 我們其實在未宣佈之前 我們都有坐在那裡談一些立法會的事情 即是這十二個 八個、九個 總之分開你 就不是突然間 我們同意了 我們亦都談過很多次 喂 如果我們真的整個聯盟 組織應該怎樣 不會說 我說這幾個做榮譽主席 這一個做召集人或是主席 我們都是大家談過 大家有個共識 即是這樣擺一些位置 現在你是召集人 那是劉建宜 劉建宜和何宗大是副召集人 還有榮譽主席 有三個 就是田北俊 田北俊 何宗 sorry 王宜宏 王宜宏 以及劉王發 是的 即是個個都有銜頭 其他幾個沒有 很大件事 因為跟著來說 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們有一個 你叫他中央委員會也好 叫他常委也好 然後一直下去有不同的委員會 政策小組等等 我們現在是在做這些功夫 剛才我們還沒坐下來之前 已經說 喂 你這個名字註冊了沒有 我們正在註冊 也是這個名字來註冊 是 沒錯 不會說什麼什麼黨 是的 那有沒有匯子 現在正在找 你當時的經濟動力也很厲害 你也說給十多萬元一個月 不是 幾萬元而已 幾萬元一個月 哇 你真厲害 我們希望找一個輕輕大一點的地方 因為12個人 因為開會也不夠錯 現在暫時用經濟動力的辦公室 做我們工商專業聯盟的聯絡主 是 但日後希望找一個重大的地方 那你們真是大展拳腳 不是散沙一盆的 我們真正希望大家可以團結 一起為香港做事 那你打算跟我們民主派的交往又是怎樣的呢 我想我們很開放 很公開 你說我們定期跟你三個月 一季大家吃頓飯 聊天 我們都很樂意地去做 或者有些特別的議題 你認為可以遊說到我們的 或者反過來我們可以遊說到你的 又可以我們很直接 你給我一個電話 那我們就約來聊聊 我覺得有一個坦誠直接的交流 才可以做到事 我們不想一件事都是猜猜猜測 我也經歷過一些離離合合的情況 你那次真是慘 你那次本來是說他做自由黨主席 突然間是不能做的 真的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等我自己回憶錄的時候才告訴你 但你以前的組織是否都贊成跟別人談 我相信你是 因為我們自己都談過好幾次 未必一定會談到一些事 但最少大家互相理解立場是怎樣 但你其他人是否願意談 某些人未必那麼想談 有些人是很獨立的 我很同意你的說法 以及主觀很強的 但我們現在裏面 我覺得大家的主流意見 都希望大家多些溝通 你贊成人也好 不贊成也好 你首先要跟別人溝通 我們會抱著這個溝通的宗旨繼續下去 一個半個不要緊 但我相信我們裏面沒有一個 那麼主觀說不喜歡跟別人溝通的人 其實你們本身是有組織的 就算你們是自由黨也好其他 他們的組織將來會怎樣搞 如果他們又會花很多精力 搞分自己的黨 搞分自己的當事又搞你這檔 那不太行 你們想著會怎樣 首先我們第一個戰場是區議會選舉 我們都有談過 如果突然間甚麼都不要了 只是掛工商專業聯盟這支旗 有可能外面都不知道你發生甚麼事 特別在地區那裡你都很熟 你掛開自由黨那支旗 或者掛開經濟動力那支旗 拔掉了 插一支新旗下去 甚麼來價 有可能會出現很多問題 選民對你不認識 旗號的不認識 他又做過這些事 你又做過這些事 都是九成吻合而已 怎樣搞的 所以長話短說 我們就說現在不要搞那麼多了 即是在區議會選舉之前 各自用回各自那支旗 你要插大聯盟那支旗 都沒有問題 那就插多一支旗 你要插我們那支 自由黨要插我們那支 我們是盟友 我們不是大家一起去支持大家 繼續下去 然後看看我們怎樣 更緊密地去磨合 這個是時間就可以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當然也不會排除他們自己解散了 新這個 不要自己領著自己那支 要在這裡又搞 這個其實也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是用哪個立場去講話 是呀 那你兩個身份是嗎 是 你站在立法會起身發言 你是代表誰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已經做了 就是大家同意坐在一起 大家緊密地去一起做事 亦都組織了這個聯盟 你一定跟政府摸底 你們搞這個新的組合 政府是否… 我相信他一定歡迎 跟一個人說好跟六七檔 在過程裏面不是說他扯線 或西環扯線 就是他要我們怎樣做 我們有了一個框框 有了一個組織 大家同意了 我們是有跟他說 我們將會組織這個聯盟 西環我們也有告訴他 即是說我們會組織這個聯盟 他們沒有指指點點 當然你也說了 中華人當然是開心 你不用跟十二個人聊天 但他又怕你一個勢力那麼大 有時候他最喜歡分離自知 那你怕得那麼多嗎 你怕得那麼多 如果我們要跟著他們去做 就變成我做的航空母艦 為什麼你會無端端自己有說 自己不是航空母艦 因為有些人會說你會是護航 因為那天 你們是否組織這個聯盟 是為政府護航 我不是航空母艦 是護航 不過政府當然希望你會做航空母艦 這個就說了多餘 現在世界變了 現在世界我們要聽社會上的聲音 當然社會上的聲音未必完全是對的 我們怎樣去平衡它 不好的 我們就跟政府說 或者反過來的政策是好的 有些市民不同意 我們都要出去跟他們解釋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到這個角色 沒問題的 有一件很爭議 就是那個替補機制 立法會說不要讓別人去補選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現在政府是快要諮詢 他最近都搞了幾場 有些都搞到衝擊 那些我都完全不贊成 我覺得一定要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但是他有一些是閉門的 昨天他去會計師工會 陳茂波議員來請他去 請林遂倫局長 全部都反對 那些會計師不贊成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出來就說 不是呀 幾個商會都贊成 我聽過劉秀成議員請他去的那些 測量師 職師那些 大部分都反對 我看到因為你們是工商專業聯盟 那些專業是反對的 工商那些可能有些人支持 那你兩牛 工商專業 你們自己都要聽社會意見 那些人最生氣他 說他不是很尊重選民的智慧 就由得他遲 遲了就選了 你看選那次的百分之十多投票率 你為什麼要這麼緊張呢 為什麼你要拿走我們的權 你們如何取得平衡 閉門不閉門就是由主辦機構去決定 其實那天我們四商會 你們也是閉門 我們聽到很多很有趣的聲音 你說一下給我們聽 用者自負一樣有 用者投票 你要自己存職 又要自己選 你們自己拿錢出來 哎呀 叫他不要說廢話 用者自負 言論自由 如果有人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都要聽他 這個不要緊 這個大家只是聊天 我相信他諮詢完之後 就不會說弄出這樣的方案出來 用者自負 但是有些人就說 應該一出來就選 就是說不要搞那麼多 就用逮捕機制 跟著那個就頂上去 有些人也都說 不如好像以往的就選 給他選 但是我那天聽到的意見 就是這次是不合理的 你自己辭職 也不是有一個好好的理由去辭職 然後自己又跑出來選 這個確實是浪費公帑的 這個聲音很強 這個我們不要跟他們爭 他有他的權利去發這個政策 不是啦 法律又不是說不行 憲法也沒有說不行 我們最重要 就做甚麼都好 要符合那個必本法 是呀 這是最重要的 這個就是 因為林瑞麟現在拿出來的建議 自己都未說清楚是否合憲 其實那些人就會說他很混帳 你去搞清楚那些建議是否合憲 如果不合憲就不要在雲吉 你拿出來又不知道是否是 現在你看到大律師公會又出來跟他 而且你要給多一項選擇 就是維持不變 我有這個這個這個變 但不變都是一個選擇 你又不放正經經內做一個選擇 你們那次的會是否… 不過大律師公會都是選擇性說話 為甚麼呢 這個逮捕機制你說 譬如有一些保安的問題你又不說 這個今天我們不是討論大律師公會 很開的那個有甚麼法會 所以我想不要緊要 你喜歡出來說你就說 但他所說的不是大家去聽 其他那些我們大家也要聽 大律師公會又聽 會計師又聽 你們的商會又聽 你們是否那次四個商會一起搞的 那四個商會就照支持政府的建議 因為那天的聲音就是支持政府 其實方案有些說一三 有些說二四 即是沒有共識的 即是支持政府做點事 是的 所以就不是說 全部都是一或是二 當然那些資料等林瑞倫搜集了之後 看看他怎樣去處理 有沒有人有保留 我想保留的不是全面保留 其實有一件事是很一致的 就是這個漏洞一定要堵塞 那四個方法 哪一個或者一二加起來 二三加起來都有 那麼最一致的就是一定要堵塞這個漏洞 那他們明不明可能會違憲呢 如果做了一些事 就是大家做這件事一定要合憲 一定要合憲 這個也是很清晰的 那林瑞倫那天有沒有拍新聞告訴你 我現在擺桌子的建議全部都合憲呢 這個問題我們就沒有討論 最基本的 你又會爭論一定應該要合憲 那為何你不問 因為他公開說了他未知道 因為我們要尊重法問人 他問多少我們不問 有些事你應該引導一下 各位因為他現在拿了這個諮詢文件出來 不過其實他自己都說 這個諮詢文件的建議 是不是全部合憲都未搞定 不過就叫你說 如果你這樣你第一句就說 局長你的事是不是全部都合憲 如果你都不合憲 我和你談來幹甚麼 因為那天有三個人發言 這麼少人 不是不是不是 政府 政府哪三個 因為當日唐英年在那裡 林瑞倫在那裡 還有陳家強 為何沒有法律那些在那裡 為何律政司那些應該也有在那裡 我們請到三個來都頗厲害 律政司司長和唐英年都很少和一個場合出來討論 除了那次見記者 我真的希望他不要誤導了你四個商會 因為真的有個可能是有幾個建議都不合憲 你們又說你們找些 盡力去做 做了出來 不會的 他現在出來說 你看 律政司會計師就不支持 不過商會也很支持我 他說甚麼我們也不會叫他閉嘴 但是我們做商界的也不是你說甚麼我相信 我們自己也有很多法律顧問 我們一樣會去諮詢我們的法律顧問 如果我們盲目支持了一些不符合基本法的 你也會說我們 你們香港總商會會不會再給予立法會 我們會的 你就他這個諮詢後你也會給予立法會 沒錯 你們寫意見的時候 你們都會自己諮詢自己的法律顧問 一定 然後叫他給予立法會 他覺得那幾個意見是否合憲 現在的寫法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既然是一個這麼有代表性的商會 我們不可以做些事出來就爬爬烏 當然了 所以我們一定會聽取我們會員的意見 另外也會聽取法律意見 我聽到他去另一個場合 就好像是區議會的主席 副主席 因為他們全部閉門 那群人就不要說那麼多 最重要是你在區議會選舉之前 你就不要拿出來 你不要雷街坊 你們不要跟他說這些 你們是50個去選 你千萬不要雷街坊 因為區議員提出來是很直接的 因為好或不好都有兩方面的意見 我們在另一個層面 所以我們沒有討論過 建議他什麼時候拿出來 什麼時候才能拿出來 我呢 這個都不是秘密 因為我們自己開會的時候 我跟湯家驊賭的 我都不是賭徒 我們賭很少賭一山飯 我就賭不了了之 怎樣不了了之 即是不來 不會的 你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喂 如果我們還有一個小時 我相信我和你坐著拿筆 拿一張紙出來 我們可以數到很多政府的東西 是不了了之 我覺得這個這麼高調 又做了 我兩立法會爭了很多次 結果拿出來做諮詢 做完諮詢之後 他不拿了報告出來 不是 報告當然會拿 不是一個報告 拿完之後 我意思是 你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沒有答案 怎麼可以 不是 他可能不是說 有很多人說不要搞 你說得這麼順勢 我等你幾個月之後 看你怎麼說 如果你說不要搞 即是說 將現在原有的制度不改 那不是不要搞 也是一個方案 他就是沒有這個給我們 那你怎知道 他做完諮詢之後 有什麼方案出來 我相信 因為那些區議員 這麼緊張 叫他不要在11月6日之前 大家都明白 但是我們不只是 11月6日那個選舉 剛才都數了 你做完11月又要第二個 你又拿來 喂你又害我 即是每一次有選舉 你都不要拿來 那為什麼呢 即是這個不是好東西 為什麼不是好東西 即是我的選民 不會覺得 哎呀我要 所以你呢 尤其是你作為這個 新的大黨的黨魁 你真的要攝高枕頭想想 所以你剛才這麼後輕 不是啊 一定要有個答案 你喜不喜歡也好 有個答案 是有個答案 即是答案就是 不了了之 即是跟你說 其實不了了之 即是不動 我認為他一定會 推出一個方案出來 一定拿來給我們 到宣佈那天 要是我請你吃雲吞麵 要是你請我吃雲吞麵 你也要跟我賭 沒有緊要 我可以賭開 雖然我不是鼓勵你們賭 不過這件事 這件事是可以幫助香港的經濟 一人一碗雲吞麵 一人一碗雲吞麵 雲吞麵就未必幫助我賭 不過如果他不搞 就一定幫助我賭 因為如果他搞 就真的有很多事情 你也知道 有些我也不贊成 即是用暴力用粗口那些 但社會是那個 當然你說他做了這樣 就不做事 不是 但有些事情 如果你本身 是不太公道的 我覺得真的無謂搞 你經常說流動 其實那個流動在很多年了 你便會覺得他沒有人引發 現在引發了就要堵塞 你也看到我們有時候 那些法律委員會 裡面有時候 那些事情擺帳到幾十年 或過百年 都沒有人提 一提的時候 原來是漏洞來的 我相信現在香港的法例裡面 或是工商條例裡面 都有很多漏洞 不是 你說漏洞 就是因為你無緣無故辭職 你又去選回來 就覺得很無聊 如果你又病或者死了 有人去選 就不是什麼 但有些市民覺得 沒有什麼 可能我都未必那麼喜歡 你辭職去選 那你便選到夠 但很多人亦都不喜歡 就算不喜歡辭職去選的人 都不喜歡政府這麼處理 尤其是他最好 就是初初拿出來不諮詢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你們有支持他 他不諮詢你又說可以 現在諮詢你又說可以 你們真的這樣 你害了政治 我想最好等所有的意見發表完 等他公佈出來 我確實兩方面的意見都聽到 我不會說我只聽到 一定要堵塞這個漏洞 不要讓他再選 或者是不如 就是樣樣都有簡單說 所以我們等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便又討論這個報告 不是我們解會 不過你再說多一句公道說話 他現在開了兩場公聽會 我們一打進去就已經滿了 哇死了 梅艷芳翻山也沒有那麼厲害 喂那你怎麼行 如果你真的那麼多人 我今天聽到電台 他說在紅館搞吧 他說幾萬個位 那些人那麼恨去講 就被你說得夠了 不是我看第一次那個諮詢 反對的聲音也有 當然現在是有 我現在說他不夠位給別人 我們民主黨很多人都報不到 要找大些地方 他不肯 他現在不肯做 他說已經夠了 聽了所有意見 是不是那些遮掩太多位 這個也是離譜 你覺得是不是政府應該繼續咨詢 我想這個咨詢 當然是越多越好 越長越好 既然他已經定了一個期落 我們來看看 但是你開兩場那麼多人想去聽 你們就說他快離開一場秘密 關門開了 我們那些想去的那些 很多街坊沒得入 喂那 阿峰哥 你做新黨魁你要記住 要寬容些 各人要聽多些意見才行 我們也會透過我們的渠道向政府反映 好 今天多謝林健鋒議員 看看他的12票是否固定得這麼緊 多謝謝 謝謝 拜拜